我以复活之门事 我以自责的灵魂门事 难道人猜想我绝不能聚合他们的河谷吗 不然我将继合他的河谷 而且能使他的每个手指浮远 不然人欲长此放荡下去 你问复活日在什么时候 当眼目轰花 月亮轰暗 日月结合的时候 在那日 人将说逃到哪里去呢 绝不仁 绝无任何避难所 在那日 唯有你的主那里 有安定之所 在那日 个人将被告知 自己前前后后做过的事情 不然 个人对自己就是名正 既是他多方托词 你不要摇动你的舌头 以便你仓促地 宋读他 既和他和宋读他 却是我的责任 当我宋读他的时候 你当静听我的宋读 然后解释他 也是我的责任 正道你们喜爱现实的生活 而不顾后世的生活 在那日 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滑的 是仰视他们的主的 在那日许多面目是愁苦的 他们却信自己必遭大难 真的 灵魂达到锁骨 有人说 谁是助游的 他的确是离别 此时金与金相 结传 在那日 他只被驱赶到 你的主那里 他没有信到 也没有礼拜 他否认真理 背弃正道 然后傲慢地走回家去 毁灭 已渐渐地临近你 毁灭已逐渐地临近你 难道人猜想自己 是被放任的吗 难道他不曾是被射出的金业吗 然后他变成雪块 而真主加以创造他 使之成为肢体完全的人吗 他用金业造化两性男的和女的 难道那样的造化不能使死人复活吗 惨